高端疫苗今天班晚召开了记者会 正式宣布解盲成功了 力拼7月份要上市 可是一切还要等食药署来通过点头 目前国外的疫苗还不够多 尽管陆续到货 可是谁能够优先施打呢 指挥中心公布了对象表 七大类群累计有353.5万人 不过我国目前到货的疫苗是212万剂 等于说只能够施打完前五大类 以及部分的第六类75岁长者 而第七类的军警等等 可能拍不戴上 因为我们算是在第一线了嘛 对 时常会碰到 无时无刻可能接触到 不同族群的外送员 好想争取接种疫苗 另外还有扫黄问奖 也是需要 因为这个也会接触大众 我们这个大众 也是属于大众运输 至于民间清销人员 到现在也被晾在一旁 他们好无奈 我这几天跑了好几家医院 每一间都是打不到 有出事证明也是打不到 也是百般刁难 也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么简单 所以去我们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我们也是很担心 还有每天趴趴走 传达最新讯息的 广电新闻从业人员 NCC主动提出属于高接触风险工作者 台中市长也站出来帮忙争取 要把媒体人纳入优先施打对象 媒体业 我们看到这两天 已经有两个一线的记者 他们因为确诊死亡 所以媒体业因为他要采访 要维护社会的传达讯息 所以面临很大的风险 都想挤进接种疫苗 其他类问题是以台北慈激医院来说 分到30瓶疫苗 只能施打100名医护人员 估计三天内打完 而6月15号开打 日本捐赠我国的124万剂疫苗 从接种对象来看 第一类是医事人员有50多万人 按照分类依序是中央级地方防疫人员 高接触风险第一线人员 外交公务派出国人员 再来是长照机构人员 长照洗肾患者 75岁以上长者 最后第7类是均紧消的 但其实累计到第5类 就有117万多人 等于疫苗顶多只能打完第5类 不过又有最新规定 只要1到3类人员接种完 75岁以上老人不用造车 就可以优先施打 他们用健保卡读取资料 确定符合资格就可以接种 另外指挥中心也有说 不是按照顺序打 7类就可以同时开打 只是怎么算 想要卷起袖子 接种到疫苗就算挤进排行榜内 也不一定能打到 东西新闻在台湾岛 当午节要到了 可是受到疫情影响 台南知名的肉粽店前面 排队购买的人潮呢 有稍微的少一些 而老板也不忘一直提醒客人呢 一定要拉大这个排队的距离 以侧社交安全 也因为往北部的冷冻宅配啊 现在大塞车都没有办法送了 肉粽寄不出去 有店家就说他们的业绩比往年少了一到两成 刚有工厂送过来的这一大堆粽子还带着温度 一刀切下半肥半瘦的内馅 混合着粽叶的香气散发出来 这是台南知名的肉粽店 每天会推出大批现做的肉粽应付上门的客人 因为疫情排队的人明显减少 现在买的客人拿得到货 但是要寄到北部因为货运大塞车不一定准时收到 店家说今年因为疫情不少客人提早下订 所以他们被影响到的货有限 这一台内内一家知名的百年肉粽店店前已经出现排队购买的民众 老板急得冲出去请大家拉大间距保持安全距离 也因为冷冻宅配搭塞车 民店肉粽油一部分寄不出去生意受到影响 虽然双北疫情严重 但是台北大道城之间知名的肉粽店还是出现了排队人群 担心疫情大家主动拉大了间距保持安全距离 想吃肉粽一样得注意防疫 东三新闻黄冲群在台南台北综合报道 持续关心现在苗栗电子科技厂发生移工的群聚感染 疫情连环报 台中市的风测大厂细品精密工业也被内部的员工给爆料 他们说5月25号有一个男性的作业员他确诊肺炎 指控公司还放任超过30名的移工群聚在一起洗衣服 还有员工在脸书揭怒四大漏洞 包含他的休息室是用纸板当成隔板根本就不安全 酒精用完了也没有再补 确诊者接触过的员工还继续上班等等 不过细评表示群聚洗衣是在陷水期间发生的 后来已经改善了 至今也再也没有爆发新的确诊个案 照片中十多名外籍移工挤在洗手台旁 或蹲或占洗衣服 地上摆满了洗衣篮水桶脸盆相当拥挤 细品的员工的脸书爆料 在大雅区的外籍移工宿舍住了大约1000名移工 原本洗衣处的水龙湖被封锁 限制员工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才能洗衣服 导致动辄3040人群聚洗衣 恐怕变成防疫破口 在5月中旬已经有陆续接到就是我们1999化物中心的一个投诉案 那我们在5月24号跟6月7号其实都有分别前往就是该处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机查 那目前两次的一个机查结果其实都没有看到就是影片上的那样子的一个群聚的状况 细品表示6月6号政府解除停水令后就没有群聚洗衣 而劳工局接获投诉接连两次去机查也确实没有看到 因此无法就影片来开罚 而由于细品在5月25号按5076确诊 他是44岁的男性作业员 员工在脸书怒接四大漏洞 休息室用后置板当隔间 酒精永远都在圈没补 确诊着接触17名同事公司只抓5位去筛检 其他没隔离继续上班 入口处的红外线体温仪根本就不准 发烧去上班竟然通过了 那该案的目前的匡列隔离者 至今为止已经超过14天都没有出现在新增的确诊 今天会发函中科管理局 还有细品希望他们在两天内 两天内针对这个国际移工 就是公司内的国际移工 还有跟这个国际移工有业务接触者 能够赶快来做快筛 台中市府强调细品并没有感染扩散的可能 因为细品要求移工只能点对点 公司到宿舍移动 分层分流 禁止活动集会聊天 休息室的纸隔板已经改成压克力板 但细品员工就是看到苗栗电子厂疫情连环爆 才会对外籍移工比例也很多的自家公司相当担忧 就怕全聚酿成感染 一发不可收拾 东西晚SNG 卢俊杰 张晨云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这疫情真的有一发不可收拾吗 台湾今天本土的确诊个案新增了263例 今天又多了28起的死亡病例 当中留意的是是这一位 他是一名66岁的三重医师 他7天之前曾经接种过AZ疫苗 可是还是因为隐形缺氧的关系 到院前就死亡了 指挥中心表示说目前正在了解当中 好 现在看起来致死率还是居高不下 让人触目惊心 台大医院的副院长王明鞠就认为 因为缺乏普筛导致轻症和没有症状的人 是没有办法被确诊被统计到的 所以统计的分母变小之后 导致致死率比较偏高 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可以来作作这个普筛 在社区也广筛的这个四个策略出来了 第一个包含要广设这个社区的筛检站 协助企业自主快筛 导入诊所自费快筛 还有厂商引进在家里就能够快筛 不过现在台湾的老人致死率也是非常的高 必须让年长者赶快来打疫苗 才有办法降低致死率 死亡的案件是28例 病例从发病治也好 或裁剪治来看 整体它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向下的一个趋势 不过状态并不明显 疫情趋缓状态不明显 尤其死亡的病例并没有减少 新增28死 总共是21男妻女 年龄介于50到90岁之间 确诊日在5月16号到6月9号 死亡日期介于6月1号到6月9号 我相信有很多是躺在社区里面 他根本没症状 症状很轻微 他也不觉得有病 他不会出来再见 你永远不知道他 所以我们这个分母很小 台湾致死率偏高的原因 台大副院长王明俊认为 就是缺乏普筛 疫情的黑数非常多 因为无症状或是轻症者很多 有可能因此低估了确诊数字 让分母变小 进而造成死亡率被高估 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死亡数真的比较多 目前台湾的自死率 已经达到2.83% 正在死亡的高峰 比全球的2.16%高出许多 尤其是那些老人家 本来他的活动力就比较差 他真的在感染了 然后有缺氧的状况 他也比较 台湾老人的自死率 真的很恐怖 几乎高达六成以上 所以让老人优先打疫苗 真的刻不容缓 现在真的是抢救老人大作战 只要老人的致死率降低 台湾的疫情才能看到曙光 东西学院生活中心在台北报道 现在三级警戒之下 很多信众比较虔诚的 也没有办法到庙里去参拜了 不过目前也出现了 线上拜拜 而且还有专人在现场 帮你拌杯 点香 甚至是烧金纸 投满价就能够搞定 很多民众都说 想试试看 新城择林 宝贵 拿香拜拜 甚至烧金纸 民众信仰虔诚 但三级警戒后 通通要改线上座 现在不能出门 又想要来庙宇拜拜 该怎么办呢 您有了新选择 就是透过手机 来庙宇的事 通通一次可以完成 终身一响 线上参拜的直播开始了 神刊前有专业的器材 迎控设备和麦克风 镜头架出 对准神坛 信众从荧幕上 就能看到妈祖神像 透过就是 线上直播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 还是能够感受到 就是庙宇的一份宁静 还有到庙里面 来参拜 然后就是 祈求你的心愿 闪责白光特效 这个平安金纸 是要让你手指点一点 就能够祈福 因为看现场工作人员 会帮你代烧金纸 一次100元 点香一次20元 而生活嘛 难免遇上问题 想问神明 拔杯也能线上进行 问问事业顺不顺 来了个醒杯 虽然是工作人员代替 但也能够临时差 看到结果 就连要求签 也没有问题 专人带抽签 甚至连签师 什么意思 都能线上帮你解一解 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新城折� 要拜拜就可以 这样子比较方便 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这样子我觉得 不要把病根扩大 虽然没到现场 但是少了点临场感 但疫情期间少接触 又要有心灵寄托 线上参拜 也是一种方式 毕竟信仰 新城折� 现在大家都蛮乖的防疫 在家里面 不少民众就会追剧 那追剧时嘴巴馋怎么办 就会吃炸的东西 有炸鸡业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来客量掉了五成 干脆就推出了 炸物的冷冻包 而且就是腌肉跟炸鸡粉 是分开装的 你皮想要多厚多薄 都可以自己DIY 腌肉裹上炸鸡粉 放下油锅滋滋作响 不到十分钟 热腾腾的严肃鸡就端上桌 而现在台式美味 变身冷冻包 在家就能自己炸来吃 砂糖五香粉 盐巴倒入分体混合机 均匀搅拌 腌肉粉大功告成 紧接着鸡胸肉要来做SPA 一般手工腌肉呢 都要花上八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透过这台真空腌肉机 四十分钟就能搞定 完成品装进塑胶袋 和炸鸡粉分开装 DIY炸鸡冷冻包 外皮想要多厚 比例自己调 下锅油炸五分钟 表皮转成金黄色就能起锅 还负责辣味和椒盐粉 口味要多重自己决定 我们现场的生意减少一半以上 对对对 那我们有另外一间店 刚好在万华区 然后就也因此休息了两个礼拜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然后在经济 大家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有推出冷冻包的服务 工厂一天可以生产八百包的炸鸡冷冻包 而不止台式口味 美式炸物 在家也能吃得到 刚炸好的cheese条 金黄酥脆 一口要下还会堪吸 另外还有鲜嫩多汁的鸡翅小腿冷冻包 和真扣包装 十二盎司乐眼牛排 想要几分熟自己控制 所有商品出货前都会在外观裹上一层薄冷冻 要维持温度 不止出货过程处处小心 还附上辣味蘑菇口味特色酱料 让口感更多层次 而且只要提前下单到指定地点 不用亲自下车就能取货 我们这一次就是看好这个疫情宅经济 那因为蛮多客人 其实都会在家自己煮 可是又想要吃到就是餐厅的料理 冷冻食品带动外带业绩一层以上 炸物冷冻包调理过程不搞刚 业者要在防疫艰辛时刻 抢工自煮商机 中文产机新闻离止韩科华民 杨昭台报导 中文产机新闻